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Fandy 那么我们的王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呢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人身份 你来到这个平台认识健康 一定要认识一下我们的人身份 因为我们的人身份 跟市面上的一些人身份 又比较不一样呢 比较特别一点点呢 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到 低温精致高力人身份 有没有 那么最主要呢 很多朋友在外面买到的人身份 都可能吃了热气了 我们是低温精致过的 保证很多朋友都可以适合使用 它比较温度就比较刚刚好 那么里面是怎样的呢 我这个还没有拆封 我拆了 来给各位看一看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一些会员呢 或者可能不用看都知道了 但是可能线上有一些新朋友呢 要稍微跟你介绍一下了 这个人身份里面一盒 它主要是有2万的 存6年的长白山高力人身 而且最主要它有附送一张 我们这个所谓的保证书 保证都是足6年的这个人身 那么吃人身呢 里面你都会看得到一定会有这个 汤匙 为什么要送你这个汤匙呢 汤匙加加户户都有了 但是它是plastic的汤匙 因为人身一定要用 plastic呢 或者木质也没有关系 不要用铁的 不要用金属类的汤匙 不然会破坏少许一些人身的本质 所以说这个小小的知识也让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么今晚我想要跟各位稍微讲解一下人身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跟你讲到完 可能基本上大家都认识人身了 因为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 相信以前人都知道的 谁吃人身最多 就是我们说的王帝 以前古代平民吃人身 分分钟有斩头听的 有没有 会被抓的 真的都是高官 王帝才能吃到这个人身 来到这个年代 我们一般平民都吃得到了 当然有些朋友就会问 人身要吃什么人身最好呢 当然是吃野生生的 那个千年人生的 但是我们知道哪里有这样多野生生 哪里有这样多这个千年人生给你吃 我们都是人工培制 最主要他住六年 住六年的话 他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的足够了 OK 那么谁吃最好呢 人生讲到他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讲老人家 老人家是人生最好的没有 确实的 因为老人家气不够了 心脏不够力了 上楼梯会喘大气了 糖尿病了 很多富贵病了 甚至肾不好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推荐给你啊 真的有去做生理检查 肾指数开始飙高的 预防洗肾 预防肾帅血 一定要吃一些人身 当然你没有任何问题 人身可以吃吗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尤其谁呢 偶尔常常熬夜的朋友 又或者爱喝咖啡的朋友 经常早上睡醒要喝一杯咖啡提升 有没有 偶尔你换一换人身 会对咖啡因刺激太多的身体的问题 稍微可以给他一个缓冲 偶尔咖啡稍微停一下 改喝这个人身就很好了 ok当然 还有很多甚至 你可以看到一些人身的一些医书 里面都有记载到 对一些抗癌 或者预防癌症 人身都有他的一手 ok这个就是大致上人身的一些好处了 但是我在这边呢 讲了这样多人身的好处 我想说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见证 因为只是我讲没有用了 有没有 ok那么这边呢 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我们经常有一些朋友吃了我们的这个人身之后 带来的一些效果了 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首先先讲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呢 是几年前的 最主要 新加坡有一位女士 84岁的女士 她叫做吴秀英 1996年的时候她86岁患上这个乳癌 乳癌初期她也动了手术 治疗药 甚至出现很多的副作用 病情一路没有改善 甚至到了很危急 到最后呢 她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儿子 决定帮她停药了 过后呢 就用这位医生 她有学过的一些中医术 对一些中药的一些认识 就为她的母亲 就建议给她母亲 喝这个人生 高利生 每天吃10克 10克的高利生 过后呢 她就活得非常健康 一直活到107岁 84岁患癌 长期都在吃人生 吃了20多年的人生 直到2019年 她才去世 因为得了肺炎而往生 但是我们就看得到了 80多岁 其实已经是磨灯了的 吃了这个人生 活到107岁 这个就是人生 我相信 不只是单单这一则新闻 我们常常都会听得到 人生的一些事迹 当然的 我们经常的人生 有很多会员吃了很好 就在这边荧幕上 看得到的 70岁的 一位来自Bella 叫做 Wong Siu Ling 他之前什么事呢 手脚麻痹 头甚至会发麻 甚至担心这个中风的问题 会早上门 过后她认识的经常 吃了这个人生粉 过后她的问题渐渐改善了 甚至她有强调 精神好了 上楼梯也没有这样累了 甚至这个呼吸 非常非常的顺畅了 OK 再接下来 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洗肾 有没有 这一位 就是啊 图片那一位 不是洗肾 他是 新山的一位领袖 叫做杨巧琳 林佑 他的一位下线 就是洗肾的病患来的 每当洗完肾 人非常非常虚弱的 要依赖家人再送 他的这一段东西要讲 我非常的明白 因为我父亲 之前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洗肾 人没有力 以前刚开始洗肾 还能开摩托去 但是慢慢的 越洗越后面的时候呢 真的摩托都不能开了 到最后也是要我们做孩子的 驾车再送的 ok 那么到最后 就这一位 羊 领袖的这个下线 他吃了这个人生的一阵子过后呢 他的状态 他的情况越来越好的 可以自己去洗肾呢 可以开车自己开开摩托自己开去开回 ok 当然还有很多的 这一位是 Jenny 来自KL的 ok 他的这个 旧母就曾经中风 然后必须拿拐杖了 甚至那个糖尿病 拒掉两只小指 那个脚指 拒掉两只了 他就是接触到这个人生 我们健康人生 他吃了一阵子过后呢 一发现到状况越来越好 甚至都可以走入了 因为中风嘛 中风完全不能走入 到最后慢慢的康复了 ok还有没有 尿蛋白的 还有肾脏病的 62岁的这位是来自Pera的 流差病 同样肾脏也是出现一些问题 甚至可能他不照顾化 会恶化 当然当中他有 是一些医生的药 有定时去做这个真理的检查 但是搭配了我们的人生 这个健康的人生 让他的病情 病情更加的容易好转 ok 那么当然除了刚刚我跟你讲的 这样多的这些 附贵病的问题之外呢 有一小部分的 甚至是 嗯 我们说 结婚很多年 都没有办法有被移的呢 这张照片就看得到了 有很多了 我就没有办法 慢慢的跟大 讲到完了 可能不是你 在荧幕上面 可能是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谁是谁也是结婚三五年的 还要小孩 还没有小孩的 也不妨 我试试看我们的这个 金汤的这个六年人生分 来 各位 第二道环节 我都是问跟人生有关系的问题了 一次过回答我三个答案 人生不适合炖什么汤 有A B C D E 第一个是鸡汤 第二是A B C 汤 第三是猪肚汤 第四 雪梨汤 第五就是A B C D 就是这个排骨汤 那么人的话 你一次过回答我所有的答案 再接下来 第二题就是有关金汤人生分 哪一项是正确的 有关 我自己写自己看自己笑 抱歉 哪一个是正确的 A 武当山 它的原料来自武当山 那么人生的这个品种是野山品种 他是高温处理的 三年的人生 还是E以上皆非 OK 那么第三题就是金康未成 没有推出过的这个人生的产品 OK A就是人生沐浴露 B就是人生胶囊 C就是人生咖啡 D就是人生牙膏 E是人生月饼 到底这五样A B C D E 哪一样是我们金康 没有推出过的人生产品 来 请回答 OK 第一题呢 答案是B OK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不适合 餐这个萝卜一起吃的 有没有 大家还记得吗 那么其他的汤头都没有问题了 OK 再接下来 第二题是什么呢 第二题应该就很多人答对了 应该不难 Elephant Elephant 我们的第二题 A5当山是厂白山 E3人生呢 它是高历人生才对 高温处理是低温处理才对 3年人生应该是6年人生才对 所以说第二题的答案是E OK 那么第三题呢 答案其实就是人生牙膏了 我们人生沐浴露有了 人生的这个胶囊有了 咖啡有了 人生月饼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印象 但是Mrsdango讲过 以前这个金康确实有推出过人生月饼的 那么谢谢在座每一位的 线上的朋友参与我们今晚的这个FDlive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大家一路来的这个支持 感谢大家